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玉兔 今天是2022年的9月15号 上午的10点20 是的 我听到我帐篷外的声音 有一小伙伴 7点钟就走了 8点钟走得是一大批 我就慢慢悠悠地去床 吃早饭 热腾腾的面条 泡上咖啡 我的拿铁 再把行李缓缓收拾好 慢慢出发 因为今天天气不好 所以今天我没有什么安排 我提前看到天气预报 就是走7点6公里 到下一个营地就休息 所以我的时间不敢 我就是来享受百内公园的 昨天晚上 我慢慢跟大家说 先看看 这个风景好美 而且这个营地外面 就是美丽的湖水 再见了 这个营地好推进啊 又干净又舒服 所以你能出去吗 其实天气晴朗的时候 到外面来吃饭 望着这个雪山吃饭 妥妥的 高级享受感 洗手间也很干净 什么都很好 本来想着今天晃晃悠悠的 有个好天气 还可以在湖边 好好拍个照 好 今天天气不好 湖水的颜色嘛 还是不错的 就是没有那么好了 去跟湖水拍个照片 走人 在湖那边好好坐了一下 走人了 然后才发现我看错了 我以为我要去的是 Citaniano 7.6公里 后来我confirm的时候 才发现我要去的是 M.Francis 13公里 比昨天的Grey还要远 那我过去都要走四五个小时了 哎呀我确实是出发晚了 OK不管了 走吧 在阴天也不要一番风情嘛 哇这地方太美了 我觉得如果小伙伴们 你们不想去走路 徒步 就是来欣赏一下 这一个山体和湖水的风景 到这里来 住一晚上 背着帐篷 就是一个车子 一个百动团 就到这里了 来休息一晚上 享受一下这个风景 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再看一眼 走人 跟大家分享一下昨晚 本来我是 可能八点半到九点 可以回来的吧 十一点五时出发 八点半到九点才回来 所以大家要记得我的时间哦 官方给的三点五个小时单程 非常非常的准确 但是路上啊 要拍照啊 要停留啊 还有 我昨天是晚上雨也回来的一些因素 所以就不可预估了 大家一定要留到充足的时间 才能去到最里面的 最靠近冰川的那个观景台 非常非常值得去 啊 昨天在八点十分的时候找到了 然后呢 八点八就开始下雨 一直下到晚上十二点钟到一点左右吧 我回来的这个期间一个半小时 三分之一是小雨 三分之二是小钟雨 如果它万一到了钟雨 我觉得我肯定撑不住 第二个就是 回来的时候才发现那些涉水路 是有多么的困难 哇 好多好多涉水路 不仅是穿过溪流 还有的路就是 溪流就在那个路上流淌 还有的路呢 就是它跟你心开屁了一条 野路 在那种溪流路旁边 但是你晚上不一定看得到 特别容易走串 而且又会迷路 还有那种碎石路 下山的时候才知道 哇 有多么辛苦 另外还有就是因为下了雨了 像那种铺满石头的小路 如果不下雨 你可以看反光嘛 那个路上是不是有水 因为还有的路就是一个水潭 水坑 你要绕过去的 你看反光你就知道了 但下了雨以后呢 有些铺满石头的小路 那石头的反光也会让你误以为 是水沟啊 水潭什么的 哇塞 一路艰辛 好吧先把这2点5小时走到了 再说因为这2点5小时不是我的最终目的地 哇 今天就是要这么装了 昨天 鱼路的时候 真的吓死我了 我后面找到路 我觉得 真的是靠运气 但是人不能 总是靠运气 昨天我想 我是不是要说遗言了 我遗言又要说什么 而且有段时间 因为我在那个 错路上串了接近50分钟吧 当时 又开始下雨 风又起来了 然后又是上坡 我要往上面爬 因为我觉得那个路不在下面 我看那个湖没有那么近过 所以在最后我就 完全改变想法 最后半个小时 就一路往上爬 一路沿着往上爬 但角度是偏向 那个湖水的角度的 因为我想到找到那个观景台嘛 我迷失了那个出口 结果就被我误打误撞了 我当时中间爬到30分钟的时候 7点35左右的时候 因为那个坡太难爬了 我就想放弃了 我就干脆坐在草坪上 坐了一两分钟前 我觉得不行 不能这样放弃 我就往上爬 往上爬的路也很难 有这种带刺的灌木丛 还有那种枯树丛 还有那种涉水的草坪 因为它这一个枯草嘛 会把那个水渠 或者水沟水坑掩盖住 一脚踩进去就会很麻烦 天哪 真的是 我结束的时候还兴高采烈的 在观景台跟他们道比 然后觉得好轻松 立马把那公园就给了我一个教训 让我要敬畏这条史诗级 吐不倒 所以走这种国外的自然公园的时候 一定要加倍小心 我走过的这几次国外的自然公园 真的很自然 他们给你的路标 一定要好好地看清楚 如果发现没有路标 立刻往回走 像我们这种没有丰富的野外经验的人 不要凭着自己的想当然和庆幸 去走自己不熟悉的路 而且像我这样没有方向感的人 更不能随便去乱穿 浪费时间浪费体力 昨天不是说只有一个鸡蛋了吗 后来发现还有一袋花生米 哇 这样充足的水源 支撑着我 走回来了 好吧 没有出事情就好 没有留一眼就好 哇 今天的景色就是在路上 先把这7.6公里走完 再去走 接下来的6.4公里 哇塞 我又开始爬山了 本来想放下无人机的 哎呀 想想就算了 天气不太好 不能太贪心 昨天拍到拼川 就行了 也拍了一些他的 粗糙的自制镜头吧 虽然没有无人机那么转过 哇 好美啊 左山 右湖 继续翻山越岭吧 看只要这些人 你不会再开 我为什么要说 我就会再开 我愿意 我愿意 跟一步 我愿意 这样 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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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愿意 谢谢你 为什么到处都能遇到它呀 这什么鸟 它让我注意它 它说这里还有一只 好吗 海内有趣的大洞没看到多少 小鸟倒是很多 还不怕人 这里又遇到一只黑色的 飞了 拿铁 这个拿铁好好喝 带着一包素融的 不是一包是几包 哇 晋神山 哇有点烫 哇 没有这么重的行李就好了 但这个就是前和不前的问题 看昨天就是这样的路 而且不是这么平的 是那种有时候非常非常的陡峭 上下起伏的那种 哇 晚上走真的是 等于我这个鞋子就已经踩进去了 还好没有怎么进尸 不然昨天晚上和今天就会很难熬 而且昨天不是下雨吗 我就特别害怕雨会下大 因为下大以后 很多原来有点干涸的这种 溪流石路 它就会有水流涌出来 就会更麻烦 而原来有溪流的路呢 就会变得越来越深 哦 路上还是很多冰川矿物之水啊 所以 饮水方面大家还是不用太担心 也不用带太多的水 差不多就好了 不然会重死 而且你看到这么多水 你就觉得 水自愿是整个大自然 馈赠给百媒公园和人类 最棒最棒的礼物 哇塞 不敢想象来时的路 我怎么走过来的 好长呀 继续吧 再见了 上古圣湖 太累了 真的是重庄 深刻感受那句话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 只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 继续吧 哇这种枯木层穿梭 还蛮有感觉的 而且现在又开始下去雨来了 你们猜我碰到谁了 我带到他看完的小伙伴 我碰到他了 那个大神 登山大神 接近七千米 没想到遇到了老朋友 除了那位登山大神 还有其他四个中国人 不过之前遇到的国外的小伙伴 旅友告诉我 还有两三公里 遇到了登山大神 告诉我 还有三四公里 好吗 我看到了路标 让我看看还有多久 因为又开始下雨了 看一下 这个好像也是个营地 只有一公里了 但是呢 我刚刚确认了一下 我说要他吃个营地 两公里 还好还好 还没有四公里那么多 不过 登山大神告诉我 Britannico 这个景点 法国谷的终点 很值得很值得去 让我不要错过 好吧 这么一说 明天又是十几公里了 走 对了 忘了告诉大家 看到这个标志的时候 已经是两点过六分了 我应该是十点四十左右出发的吧 照理来说应该是三个小时可以到的 那就应该是一点四十就要到的 那现在已经两点过六分了 还没有到 那我觉得他这个孤山的距离之间 我昨天说很准嘛 到格雷冰川 那就是我轻装徒步的时间了 如果大家跟我一样的身体素质 跟我一样的重装徒步 就往后再加三十分钟到一个小时吧 嗯 差不多 无处不在的吊桥 我记得在秘鲁徒步的时候 印加古道沙康泰 也是有这样的吊桥 过去就是他们村民的住宿小镇了 世界上最纯净的水源 翻过这个山头 我看见了营地 到那个营地就证明 我已经徒步了7.6公里 可是那是一塌多的营地 不是我要去的营地 我的营地还没看到呢 我只要尽头 你还是你的我 才不是我 答应你的爱没实现 现在不停要和你说再见 我忘不了你的一切 我习惯你怎么结 你被一万遍 现在是两点三十八分 我走到了 Itaniano这个营地 官方写的时间是两个半小时 我十点四十左右出发 那就应该是一点十分 到一点半左右到吧 但我没有 我延后了一个小时 接近一个半小时的时间 给大家多参考吧 哇 阴天有阴天的魔幻美 我现在好像走进了水墨画中一样 因为这里是三群雪山环绕 什么叫三群不是三座呢 你看那是粘绵一片粘绵一片 这个倒是一座 所以这个Itaniano这一个营地 也是可圈可点的 但我现在还没走那个法国谷嘛 法国谷应该也不简单 昨天那个路说是Eva的路 我已经觉得不简单了 所以从法国谷回来 还是要去到Francis那个营地的 就会经过它 到时候不知道有没有体力 那么今天我第二天的所有计划 就是从我的营地到Francis的营地 没有其他的安排 所以可能这样会更好一点 我刚刚走到这里来想看这个标识 然后遇到这两位大哥 他们说他们要去跟我一样的营地 Francis 然后告诉我 是这边走 我已经傻了 然后我们就在这找牌子 就一直找不到Francis牌子 结果这个牌子刚刚掉了 掉这里来了 我们把它安上去 应该是往这边走 然后我让他们两个先走 因为我走得比较慢 我可不想走回头了 吓我一跳 吓我一跳 中文字幕志愿者 现在是三点过六分 前面怎么有五颜六色的东西呢 看一下是什么 哎哟 哎我到了营地了吗 哇塞 这个营地好别致啊 那里是个消防栓 我到了 Camping Francis 终于到了 林中小屋吗 我看一下 哇到Central 13.5公里 是说我明天要走13.5公里吗 还是说明天我是2.5公里 这个呀 哎呀 我再去 核实一下 你看到Itaniano 三公里 我就说没有一公里那么近吧 哎呀 总觉得被这些数字搞混了 哇 哇 这根事儿好 我喜欢 哎 哇 这个是一层一层的上去的 上面三个大桶是接水的吗 哇 哇塞 先写个硬吧